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水金融 我是白冰 我是混水 今天我們講一下近日的熱話 首先香港買地加入國安條款 是不是不愛國就不能買地呢 但其實有誰買地是不愛國的呢 沒錯 這個也是非常搞笑的 人們就很害怕 最主要害怕的原因就是 因為當這個新聞一出了之後 當日地產股是認升下跌的 所以很多人就問是否兩種有相關呢 但我也想看看你對這宗新聞 有沒有一些普通的想法 然後再補充一些財經上的觀察 我就比較慘 因為我接收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已經是聽塔哥 塔哥就說其實你早幾個月半年 其實已經有這個條款 他說去年11月已經有 怎麼會到現在這一刻二月才會下跌呢 如果真的下跌的話 那個股 就是跟市場的關係 還有下跌也不是下跌得多 所以就沒有什麼影響 還有就好像剛剛說 有誰在香港買地的 他私底下我是不是過的 但是他表面上一定是愛國的 絕對是 那應該怎樣也不會犯這個條例 所以大致上我想說一些關於政治上的觀點 都被你包了 可能我再補充一些財經上的觀察 就是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件事的結果 我們要找一個原因出來 永遠都是很難的 這個是社會科學的一個永恆很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例如你看到這一宗新聞宣布了 然後你再看回當日的股價 地產股是跌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個善性的想法 就是會不會因為這一宗新聞引致股價去跌呢 但是其實股價上落的波動 是可以有很多的因素 去令到會有這樣的波動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當日的股價會跌呢 就是因為整個大市都在跌 而那些地產商 跟大市是互為依存的 他們都是成份股 恆生指數成份股 然後那時候的氣氛真的不好 那一天的氣氛真的不好 他就跟著市場去跌 他又不是說跌得特別多 所以其實有些是跟市場去跌 而且同一天也宣布了另一個新聞 就是領展公股 領展公股其實這件事都挺震盪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 一個房地產信託 他應該穩定地派息 他是不會問這個市場的人去拿錢 但是這個題目 待會才會再說 因為是可以另一個大問題的 但是領展公股這件事 是衝擊了很多投資者的市場預期 而且也會令到一些人都會想 領展作為房地產信託公股 其他的房地產公司 會不會又跟著公股呢 這個是會令到市場的預期產生改變 所以你看到一個資產跌的時候 他背後可以有很多原因 不可以說很善性地說 他今天出了這宗新聞 這宗新聞引致到那個結果 就不可以這樣去看 滑播 會滑播 又或者是犯了選擇陪伴 那種謬誤 所以第一個角度 是可以這樣去看的 第二個角度 就是譬如有些個別地產商 真的跌得比較深一些 因為普遍來說 做地產商多少都會有些負債 譬如當日跌得比較深一些 就是新世界地產 新世界為什麼會跌得深一些 因為新世界相對的債務比較重一些 而這個領展 他們要說公股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要減輕他們的債務比例 減輕他們的債務比例 減輕他們的債務比例 去到20%左右 這個是領展他們公股的說法 所以這個說法會令市場的人 會擔心會不會同樣地 有很多做地產公司 如果債務比較重的時候 都會跟著這種做法 一起去公股 所以新世界跌得深一些 都是有這個原因去爆裂 但至今都是很短期的波動 現在市場好像又升降 又消化了整件事 又消化了整個消息 就沒有太大的影響 第二件事就是 就像你所說 本身這個條款 就不是今天才加的 只不過是早前很多的媒體 就變成了魚猛初醒獸 突然發現原來是有這些 原來有的 原來有的 所以才被報導出來 其實一直都是有的 也有了一段時間 還有這個報導 應該分開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你入標書的時候 那個標書要加入這些 港區國安法的條款 但是那個港區國安法的條款 就限於你入標 但是現在的恐慌是蔓延到很大的 就是說你投了標之後 他也是可以供你的產 突然之間整塊地就拿走了 這個暫時就跟那個標書裡面的內容 是不關閉的 是不關閉的 因為如果你說 無緣無故在香港的土地財產被人拿走了的話 就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了這個土地收回條例 但是土地收回條例是另一件事 7月1日就已經害怕了 你不會因為現在突然之間 在一些其他的附帶條例裡面 加了國安的條文 然後你無緣無故怕多了 因為如果你真的擔心的話 你應該是立的那一刻要擔心 只不過現在是把那些內容 就加入了不同的條例 而且他加入了不同條例 都不是一個新鮮事 一年之前 在稅務條例都已經加入了國安法的條文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個NGO 你要做一個稅務條例88牌的註冊組織的話 做一個慈善組織的話 你也是要服從國安的 你是不可以違反國安的 本身其實在一些附屬法例裡面 加入國安條文都不是新鮮事 只不過今次就在投地那裡都加起來 就像你所說的 投親地 怎麼會不愛國的 當然會不會有其他的外資財團來投香港的地 暫時這一刻不算多 因為現在就算說最近那三幅地都全部流標 小蠔灣、觀塘和赤柱全部都流標 樓價跌得太厲害 樓價跌得太厲害 但假如未來那些人或者那些機構 衝勁地產市場變好的時候 我也是預期初親的人都是愛國愛港的 而且最主要都是港資和中資為主 你說外國外的會不會有呢 可能零零星星有些交易會有 即太古可能會入下標 但你也預算他不是一個 活動的市場參與者 他不是一個主要的市場參與者 而且太古也不會跟你在香港那裡搞革命 他也是來做生意的 所以那個國安法的條文 我相信就算是外資的話 他也是會保持得到的 反而你要擔心 就是你要擔心 就是跟土地和國安相關 就是他會不會 暫時這一刻是沒有 但是假如那個條文 他突然之間寫那些技術官 可能會影響一些現在香港的領事館 反而你擔心這些可能會比較合理 但是我現在就覺得不會 因為大家都在看那條線 你不會動到領事館那些地方 因為領事館 如果把這個國際體系來說 都是屬於別的國家的領土 你應該是不會動到別人的領土 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國安法條文 加入了一個賣地條款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太過癢解讀 也不需要太害怕 因為要害怕 你就反而在立國安法那天 你就應該要害怕 現在才愚夢初醒地害怕 是奇怪的 這樣去看這件事 這樣害怕是有點奇怪的 當然他是分兩部份的 第一就是投標 第二就是一些短期租約 我覺得短期租約那裡 真的可能會有些影響 因為都怕政府或者政權 都怕你租了某個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有違反國安的時候 他只是方便去工作 其實最近也有一宗 最近說這個年宵 姜牧師被警察說他發表煽動性 其實暫時只是拘捕了相關的人 但是那個年宵 基本上如果你加了條文 其實方便去打擊那個年宵 背後的負責人 所以我覺得 反而賣地條款就不太大影響 因為真的投得地都是愛國的 但是短期租約那些 可能會在這些層面 就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影響 因為最近就有一個例子 就見到出來 所以可能擔心就擔心那邊 要多一點 所以基本上 我就覺得這個賣地條例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還有你都未來預計 現在賣地就會加國安 之前就稅務條例有加國安 其實接下來很多民生的事情 都會加入國安的動作 但其實你實際上想清楚 就是在條例加和不加 國安都照樣出動 所以其實都沒有分別 所以都是那句 你要害怕的話 或者你要擔憂的話 你應該在立法的時候 就已經要擔憂了 即是你現在理性上 你不應該要有過份的擔憂 因為其實它沒有添加一些新的恐懼元素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想強調的那個項目 我自己都還在香港 我都不會擔憂 首先我沒有資格投地 第二我也沒有資格去做一個短期租的場所出來 我也都不會有任何的心機 要做88排的慈善機構 你都不會搞革命 我都不會搞革命 其實我連初選都沒有投 也都沒有叫人去投初選 所以我都是繼續用自己的方式 在香港的生存 然後我們就講一下領展公股 在講領展公股之前 要講一下你老友 你去看世襲 他就是說他是領展最熟 因為他曾經有研究過 然後就有寫過一篇專欄 和文章關於領展 所以香港沒有人比他熟 OK 在水哥回應 在水哥講領展公股之前 我就想講一下他這段說話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OK 就是如果你當日 你看領展看得這麼準 你這麼有見地 那你一天就買領展股票 其實已經發達了 那就不用再拍YouTube了 否則這個客觀事實就是這樣 好 水哥可以分享一下 那別人說什麼我就無謂補充 我說我自己想講那些財經分析的部分 沒錯 就是免得 攻擊世襲的是我 或者塔哥 免得再評論別人的事 我就說自己想講那些事情 我想很多人都在擔心 為什麼一支房地產信託會無緣無故公股呢 當然官方的解釋就是要減低債務的比率 這個債務的比率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利息成本是上升座位 因為保持加息 所以他都擔心持有太多債務 不夠錢 就會有這樣的行動 如果在小股東的角度 當然就是擔心到底公股還是不公 我自己就有一個說法 或者有一個想法 可能你訂閱我Fortune Insight Prime 就會講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免得好像公開教大家買股票 始終不是這個節目的目的 這個節目不是派No.1 或者叫大家去做投資的事情 可能在我其他平台說 就會適合這個定位 這個節目的定位 並不是一個財經炒股的節目 所以沒有為在這裏講這麼多 但我覺得有幾個要求 你都要想一想 第一 第一 你是否相信領展公股的理由 這是很判斷的 第一 第二 公元股之後 你覺得會否真的改善領展的狀況 這一個問題 背後還有下一個問題 我想追問 就是這次公元 短期內 下次會否再公股 如果它沒有辦法改善這個結構性問題 其實你永遠走入了一個截圖 它會繼續派息 如果有盈利便會派息 但盈利之後它會繼續公股 同一時間領展又會繼續回購 你會繼續進入這個不停的結合循環 就是你會繼續收到息 你會看到領展繼續回購 但同一時間它又可能繼續問你拿錢公股 不停地回購 第三 就是現在的管理層的決定 或者他們的作風是否正確 在我眼中 我覺得現在的管理層的薪金是很貴的 在說幾千萬 即是你當作是一個收租商業也好 就算是一個物業投資的 private equity 都好 都不應該有這麼貴的薪金 他們的人工是過高的 這是我其中一個的關鍵 而且你也是拼搏他們現在拿著的物業 到底可以不可以 例如一提到領展的時候 你覺得你作為旁人有什麼觀感 或者通常你的朋友對領展的感覺又是怎樣 領展一向都不喜歡的 首先就是它的租金很貴 然後它的規劃 會令到很多小商店就給不起租 然後可能你門面不漂亮又踢走你 它這些的管理是令到 這個也可以說 譬如很多天水圍屯門這些都是領展場 而在屯門天水圍的生活成本是高於你在灣仔中環的 你賣菜 商場的東西 這個是很瘋狂的 但是它就拘捕著你 要是你自己搭車出去旺角吃東西 要不然你在天水圍都是硬吃的 所以領展從來都沒有聽過人說他好的 他也有做很多門面的功夫 譬如你猜不到 現在在金融上有一個概念叫ESG 領展在ESG上面的評分或者品評是挺高的 你猜不到 原來領展是一間ESG優良的公司 我聽到ESG已經打爛了 這是一個很諷刺的東西 但是你剛才說的那些既定印象 我想都是大部份小市民的既定印象 無論是領展上市時候 勞婆婆 鄭大班 再加上公民黨 那些這樣的事 其實大家都仍然會有一個印象 就是說是不是剝實小商戶 但是我不是說幫他說話 因為他本身持有什麼資產 都很公開的 都很公開的 你是全部可以在年報那裡看得到的 譬如你說的那些天水華或屯門 即安定有愛那些商場 他都已經很大程度 脫了手給另一個的財團 通常就是機會資本 就接觸了很多領展的商場 你看回新聞就看到了 即機會資本就是一個外資的地產 華僑背景的 但是都當是外資 他就接了很多領展的貨 其實在領展的角度 他都不是說沒有反省 當然你叫他由一個賺錢為上 為股東負責任的一個機構 不要去剝削小商戶 是有點矛盾的 因為你本身是一個商業機構 理論上是要提升所有的盈利 然後去回饋小股東 但是你要賺很多的盈利 變相都是要剝削小商戶 所以小商戶的對沖就是買回領展的股票 這個就永遠成為一個永恆的對立 而領展的做法就是 他又不想讓你繼續撞削小商戶 但同一時間他又要作負責的管理層 他要多賺點錢 他索性將商場就賣掉 就不給你了 所以你看看這幾年 那現在拿著什麼領展 領展現在就拿著一些 世界各地都頗為優質的物業 優質現在就不再在一些屋村商場 就在一些雙下 也有英國 澳洲 他有買一些博物館 也不知道買一些什麼好商場 什麼的來經營 這個都有聽過 有的 現在領展就頗為複雜 領展就在中國大陸當然也有些物業 他有些物業是在做物流基地的生意 我想物流行業我不是太熟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那些 盤貨和散貨的東西 因為始終內地現在的物聯網 和他們的e-commerce都做得很成熟 始終你也要有些地方 去做到這些物流基地 他有些物流基地的東西 跟順豐那邊也有類似的東西 順豐也有防托 除了順豐也有車隊 他們也做到物流中心 那些砍箱散貨等等的東西 那些就頗為複雜的 因為你有物聯網的概念 也都可以炒得很好 那一部份的物業是有的 然後在悉尼、新加坡、英國 也都有一些相對優質的雙下物業 優質不是說物業的質素很好 只不過他跟以前 你想著的那種屋邨商場 是不同了的意思 有些產品我都覺得是買得偏貴的 譬如新加坡買的產品是偏貴的 但是呢 反過來就因為新加坡的經濟 和金融發展得太好 我們人才流失得太快 新加坡這兩年住宅的樓價 都升了差不多一倍 這兩年是遠遠贏了香港 香港還是偶偶鬥鬥鬥 還會回一點點 反而現在新加坡的樓價 都越炒越高 不是跟香港差很多 但是增幅就已經升得很誇張 那商業、物業的增幅 我相信都有 當然我現在都沒有數據在手 所以我都未必能告訴你 而領展現在呢 他反而是做很多海外的 oversea expansion 就是做很多這一類型的東西 那如果你作為一個小股東 你想要不要公股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下 他現在是拿著這個 Basket 這個屋簿的物業資產 那麼多棟的物業 你就覺得這些物業 有什麼可以翻身 如果覺得有的話 可能你就真的衝去工 如果你覺得沒有的話 你就當作一場夢就算了 那的而且我覺得領展的操作 都是對很多現有的股東來說 是難受的 但是我又沒有拿貨 我沒有拿貨的時候 我就看看你跌到什麼位 又或者你的標準是怎樣的 那我就反而是進可攻退可守的 那如果你拿了貨的話 我想你真的會比較尷尬 拿了貨可能都是焗供的 因為現在收市就大概五十多元 他供供供四十四元 或者是近他五十二週的低位 那你就當作有一個特價時段 去配合多些貨 那我覺得拿的那些人 都偏向會供供多些 但是我現在就吃花生繼續觀察 因為我沒有拿貨 我最多是不玩的 我不會輸錢 但是你拿的那些人 就這一刻你就已經是輸了錢 那就想著繼續去賭下去 搏回盤 還是抽身離去 那這個就是拿了那些人 他現在存有的尷尬 那我想香港接下來的土地政策 會不會影響領戰 暫時應該不算有太多 你當作地價這樣看 如果地價真的保持著跌 那領戰都是一定要跌的 但是領戰又不是發展商 他又不會很活動地 不知跟你投什麼地 租金收入 他也是租金收入 他也是跟著市場去走 那這個都是你要衡量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說對於整個領戰的政府來講 公股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始終你都要減低利息成本 利息開支 但是我就真的覺得人工是太貴的 就是管理層的人工是太貴 這個是需要調節的 除此之外 我覺得關於領展財經上面的部份 我都補充住到這裏 都大約一百八的 好 然後我們說說近日這個稅務學會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學會 隨便吧 我們每一件事都差不多有一個學會 即是降低食物中研和堂 都可以有一個委員會 主席就是陳志思 就是千奇八卦的 什麼會都有 現在在香港 是 那你怎麼說呢 稅務學會 稅務學會就說加速經濟回暖 應該再派五千 就是要刺激消費 那我當然是贊同 錢派在政府上都不是臥袋 我最贊成的一塊派了 然後破產 說得少 那就是了 派五千元消費券 那你怎麼看呢 我也是贊成派錢的 但是政府會財政赤字 現在政府是十五十六的 似乎政府就不是很想派錢 因為都是怕財政狀況會繼續惡化 也有個別的政黨都是不支持派錢 例如葉劉 例如新民黨 他們都是反對派錢的 反對派消費券 當然我們小市民是支持派錢 我覺得稅務學會那樣東西是 怎麼說呢 你站在會的角度去看 就是你支持派錢 是相對地民粹的 大家一定是喜歡派錢 正常人是不會不喜歡派錢 稅務學會其實是一個專業的機構 我估計是 我都沒有研究過它的背景 你沒理由會反對派錢 如果你說支持派錢的話 可能更多人去覆蓋 或者更多人去關心 或者對你的會產生好感 所以我覺得 在他的技術立場來說 他贊成派錢 都是有他的理由 當然他有一個官方的理由 就是說會刺激消費 我覺得刺不刺激消費 你自己都感覺到 其實我沒有額外花多了錢 我拿了八達通的消費券 我便搭車 我自己沒有 其他人可能會有 可能馬上買了PS5 或者馬上買了新球鞋 那些他便馬上花了錢 但我沒有 我反而是減輕了我日常的生活成本 即是我繼續坐車 或者吃飯的時候 就刺那個八達通的消費券 所以至於會不會影響到增加了消費呢 怎樣也一定會增加了 但那個承訴效應有沒有理想中想到這麼大 這個就可能未必有了 但我也是一個支持環富於民的人 我也是右派 右派當然就是希望錢回到每個個體戶 政府不要保持這麼多錢 左派才會支持政府要保持多些錢 加大政府的開支 然後去做政府的項目 我右派反而是想錢回到市民 這個跟我基本相信的 那個意識形態立場就比較一致 我覺得派錢這件事就等它公佈 好像下個星期左右就應該會公佈 文說派錢的未必這麼大機會會派 因為政府都是很多東西害怕 這個財政儲備就進一步被蠶食 當然我自己的私心當然想派 但我覺得似乎難些去再派 然後我們又說說 這件事好像是昨天公佈的 就是香港的失業率又跌回到3.4% 連跌九個月 經濟縮水同時間的失業率都縮水 就是少了人沒有工作 對 這裡簡單點評一下 失業率它跌 之前都說過的 因為太多人走了 人走的速度快 消失的速度 沒錯 所以就有些有工沒有人回來 我自己也不敢聘全時間 因為我現在計算一條數 我都發現要養一個全時間 都是成本貴的 反而是兼職 但兼職也好 也不容易聘請 明明大學生也很多 照理你找人做兼職 即是寫一下CV也好 我是願意教兼職 我也願意教兼職 但也不容易聘請到人 而且我也有很多東西可以聘請到 你喜歡寫東西也行 你喜歡金融也行 你喜歡創業也行 你喜歡創業也行 什麼東西都行 總有一件事是會 令到你在那個區域的工作經驗有所提升 這麼漂亮的配套 也不容易聘請到職 當然不是我的問題 我也有問回其他創業的朋友 他也發現聘請職員職員 職員職員職員 職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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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不休做的感覺 所以總共來說 很多工作都是不休做 全時間也是 全時間也是 大家都不在乎 因為現在真的有很多工作 走人太多 所以就是剛才所說的老問題 就是移民潮 另一個解讀就是 大家所有人都會否私到 未來的經濟不好 尤其是新職員職員 新職員的薪酬 他們的薪酬的晉升 你都是要看你第一份工 是拿多少錢的 譬如你第一份工拿17,000 和你第一份工拿23,000 差很遠 因為通常加薪酬是說 加多少成多少成 可能三成四成起跳 23,000加三成 和17,000加三成是不同的 加5,000和加7,000 數目沒有特別計 總之一定是有所不同的 那種心眼膜 反過來很多新職員 真的會在想 我倒不如先讀書 等市場回暖 我才會再投入這群市場 如果你讀書 同一時間讀一年的 全職員職員 你就順便賺多了一張砂紙 而全職員職員 看看你是哪一個地方 有些人真的為了買時間 他寧願不在業 真的去讀書 就可以遲些進入這個勞動市場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還有一個 都是年輕人的想法 當他剛剛畢業或準備畢業 他之後有很多選擇去選擇 在哪裏工作 他未必喜歡在香港 因為無論是澳洲 英國 加拿大都有很好的移民 吸引人才計劃 譬如加拿大那些就更優惠 如果他剛剛新職員 又不想工作 那倒不如去加拿大讀一兩年書 參加那些忘記了Stream A 還是Stream B的計劃 然後索性在那裏取得居民身份 可能很多人都在計算這件事 就是他們不急著打工 經濟差 不如妥善處理好自己的其他地方 學歷CV 學歷CV 或者一個新的居民身份 有些可能過去加拿大讀幾年書 就做了加拿大人 所以很多這些因素之下 令到勞動人口消失了 經濟比較差 但因為走的人是比經濟差的速度更快 所以令到失業率下降了 這也是一個無可厚非的 但這件事 我不知道可以頂多久 因為企業如果看到 營運成本都繼續上升下去的話 它都是會減價的 它都是會下降 我自己也下降 但最近我投資的一些公司 都炒人炒得多厲害 又或者和我有合作的公司 炒人炒得多厲害 我自己就沒有 我自己就反而請多了一些委員會去做延伸 但盡量都會減價 但還是減一些營運費 人工我都真的不太想減 但只能夠見步行步 這個真的是 這個 是不是香港很多行業都是這樣 香港 你有沒有一些不同的 譬如食肆現在可能會開一些 食肆零售 沒有那麼慘 他們可能又會請回多少人 你有沒有認識哪些老闆 他們都遇到這些問題 是 老闆他們食肆請得密 都是的 但是很多都是說現在洗碗很貴 他們說洗碗很貴 有些工都是沒什麼人做的 所以我想聘請人是困難的 但聘請人困難 聘請人困難是要加薪去請人 這個很判斷 但是一加薪又會引起企業的營運成本 所以很多數都變得很難計 如果說賺大錢的時候 就不介意加薪 但現在的問題是 我現在的公司是賺少了很多 但我還是要保持加薪 那一刻我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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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個讀者有CDRPM我問 剛巧阿水哥在這裡可以解答一下 他就說 聽阿水哥說年底 你才好沽望一下樓市 到時再想 那他就想問 你如果香港樓市的供應這麼多 那如果他是長期規劃了 真的加二十三十萬個單位出來 那人口又不是特別多 其實會不會去到某個時刻 就是我沽望完也未必是需要 就是都是 那個決定就是不買樓 有機會是的 有機會是的 我那時候訂到年尾才觀望的 那一個考慮因素 就是因為美國加息 理論上你加息 所有資產都一定會複值 因為你供樓的時候 你會用mortgage 它會增加你的利息成本 現在其實你供一層樓 你每個月供的那個開支 大概是有三成多些的錢 是在利息成本那裡的 沒錯 你真的硬供的 可能只有六成 最多都是七成 左右是你供了六個層樓 我是看著加息的因素去做的 現在加息地球上也預期到今年年尾 加息也有一個最大的政治因素 就是到底這個俄烏戰爭打成怎樣 最近好像沒有太多最新的消息 可能還沒有溶雪 我不知道 我不是戰爭專家 也不是軍事專家 我也不知道 但假如一去回 又要繼續兩軍交戰兩軍隊 然後大家鬥銷資源的狀態之下 加息的那個周期一定都是繼續延長 所以我想這件事 你要保持著去看 現在也挺有趣的 短線來說租募市場回穩了一點 因為又多了一些人下來 還有一些人有運水摸魚 就像我那樣的運水 運水摸魚 那些業主就說 他跟你談租的時候 現在開關了 多了一些人下來 那些租金就不可以像去年那樣低 可能你也要加回一兩成 可能有這樣的狀態 但是我反而 我反而還是繼續相信 就是買家市場 譬如你也知道 我現在正在研究租房子 也在看不同地方 那個公司不斷迫迫我 我看完層樓 翌日就說 簽不得約嗎 我不斷要我去做決定 但我就先探慢板 我的理解 雖然那些業主 就會利用開關做理由 想拼募 加多一兩成 但我還是覺得 那些交易能力 始終都在住客那裏 我不急 我就繼續等 你不吞 我就不吞 我繼續看著座位 反而是這樣 我覺得大部分朋友都 因為始終租金商量 都是涉及投資的 如果投資的技巧高一點 就真的可以便宜到一兩成 大家看著板 所以買樓也是 租樓市場 我覺得都是需求方主導 買樓市場 我覺得都是需求方主導 大家可以再觀察多些 我覺得你是不會救業主這麼急 業主一定是急過來的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是啊 他賴屎的時候 你就不用怕 沒錯 淡定就可以了 今集差不多了 好啊 差不多了 下條片再見 拜拜